我們再來看到 也是Christmas的時候很忙 他是誰呢 是北朝鮮的金正恩 金正恩在Christmas的時候 好像沒有參加Party 他的Party在軍中過 現在如果講金正恩很忙 大家都會稍微怕怕心裡毛毛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忙通常都怪怪的 這一次平肝夜的時候 金正恩大家都關心說 這個領導人他在做什麼 結果發現到就像你講的 他並沒有去過耶誕節 說不定他有 沒有被報導出來 那是西方世界的玩樂 在北韓怎麼可能要過這東西 偉大的金正恩同志 所以要視察軍隊是這樣嗎 人家是到軍隊裡面去 所以你就會看這個北韓的媒體 就報導了這個 你可以看得到金正恩 他怎麼好像臉越來越可愛這樣 然後他就坐在那個部隊那邊 然後直接關靠兩個部隊裡面的 實彈的火候 他沒有軍演當天 對 就軍事演習這樣子 不放假還軍演 沒有錯 所以你看他們公布的這個照片 他不是除了在這個圖上 由這個指揮官跟他解釋說 我們現在這個部隊怎麼演練之外 甚至他自己還拿著外眼鏡 在那邊遠遠的觀看這樣 那根據本來媒體的報導 說金正恩視察了這一次的這個部隊 是人民軍的第五二六級六拐腰的 這個部隊的這個實戰訓練 你看那個畫面上面這樣 手這樣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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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的這樣 因為他在進行最高的指導原則 而且據說他對於這個雙方的攻防的 這個整個演練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滿意 但是金正恩果然就是金正恩 他不會只講場面話而已 甚至根據媒體報導講說 他還講到說其實如果是要做這種 所謂的攻防演練 一定要做是有目的跟有目標的 也就是說你要有實質的訓練成效 否則像這種 如果你只是這種演練式 就是講來聽的作秀式的 就算你演練一百次 一千次一樣沒有達到效果 這是實話啦 這個看起來很厲害 可是老生常談不是嗎 但是我其實只有關心到畫面上面 現在這個畫面上面的金正恩 其實是就是他的本來的頭髮 可是他其實有戴著那個毛帽 後來有一些畫面戴著毛毛的帽子你知道 什麼感覺上好像有戴跟沒戴差不多 頭都還滿可愛的這樣子 這個是他在平安夜的時候 他去看了這個所謂的軍演 而且去視察了很多很多 這個之前他去視察 就地鐵是嗎 有沒有 他不是講說 那個設計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那個地鐵的人 就還鬆了一口氣之類的 對 開心很喜歡這樣 對 我們提到說 以這個北韓的狀況來講 大家也覺得說 那金正恩除了視察這些東西的話 他還幹些什麼事你知道 他最近又做了一件事情 引起很多人的討論 他喝了啤酒 喝啤酒跟他什麼事 大家都喝啤酒 他喝的是南韓的啤酒 他幹嘛喝南韓的啤酒 因為這個是人民勞動黨 70週年的黨慶 那金正恩當時會講說 哎呀 我要來喝一下啤酒好了 結果他喝了南韓的啤酒之後 他居然說了一句話你知道嗎 什麼話 這啤酒難喝死了 當然他怎麼可能 對南韓有好話說 但問題是這個被做成新聞 而且這個新聞 在南韓的媒體也把它爆出來 生氣了 所以南韓的主播在報這個新聞的時候 北朝鮮的領導人金正恩說 南韓的啤酒很難喝 那個語氣馬上就當下來你知道嗎 如果說好喝才就大新聞了 事實上如果以北韓來講 北朝鮮來講 人家有自己做啤酒你知道嗎 對他們有做四種的啤酒 分別是鳳赫 金剛 龍城 還有所謂的大銅漿啤酒 而且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就他們為大銅漿啤酒所拍的廣告你知道嗎 然後還配上那種很古老的配樂 然後大家那種走老式懷舊風 然後大家喝完之後 哎呀 嘴笑也請說好好喝你知道嗎 可是這也很好玩 因為講說金正恩憑什麼 憑什麼講人家這個南韓的啤酒難喝 對啊 幹嘛 講自己就好了 因為事實上他之所以會這麼的囂張 是因為連英國經濟學人 奇怪 這個雜誌好像不知道做很多事情這樣 經濟學人雜誌居然講說 北韓的啤酒非常的好喝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拍馬屁 後來瞭解一下 因為其實北韓製造啤酒的機器 是跟英國買的 然後所以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就講說 哎呀 北韓 北朝鮮的這個啤酒 大銅漿啤酒真的非常非常的棒你知道 他們的機器好 重點是這個機器 機器好 因為機器跟英國買的 他們的機器好 水也很好 品質也很好 所以做起來都是好棒棒的東西 那結果北朝鮮他們就講說 你看吧 我們的啤酒是經過 國際認證的 連國外的 海外的同志都說我們這個做的好喝 就難怪金正恩會拿這個事情出來說嘴說 哎呀 只有我們這個北朝鮮的啤酒好 南韓的這個啤酒是難喝死的